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开幕 两岸19所高校130位青年师生参加活动 其中七成台湾学生为首来组 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 继短视频创作营 由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青年联合会 华侨大学联合主办 吸引台湾艺术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金门大学 华侨大学等两岸19所高校的130位青年师生参加 活动为期七天 两岸大学生将共同听取专家报告 探访厦门影视产业基地和MCN机构 深入厦门 泉州的老街项目 红砖 古厕等地创作短视频 用影像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其实来到我们厦门或者说来到泉州 它对我来说其实跟回家一样 因为我本身主集在泉州 它是一个可以去一次性接触到许多不同院校的一个平台 大家彼此的这个想法跟概念会不断地去碰撞 去创新 那可以给我们这个设计专业的学生带来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想法 今年呢我们是以短视频的方式 叫做加的影像 新的连接为主题来进行一些创作 那这么多年来呢 其实我们都会每一年有不同的一些形式和主题 比如说我们会有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 或者短视频的一些制作 以及一些周边产品的这种文创设计大赛 来共同地连接两岸青年 据了解 本次论坛今年五月份启动 以家为主题的短视频作品征集 吸引了两岸三百多位学子积极参与 收到六十三件短视频作品 最终107位优秀创作者受邀参加短视频创作品 现在在我们上面真的很常刷到这边的短视频 然后很多也都蛮有趣的 然后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 想要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认识更多朋友 因为我是念电影 所以对于大陆地区的影视发展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是很想要就是来跟这里交流看看 然后顺便就是参观一些机构或者是公司 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 自2011年发起以来 先后组织了300多个团队 2600多名两岸青年 赴厦门 泉州 福州 桃园等地 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元的文化传承 创意设计 交流研讨 短视频创作等活动 成为两岸创意产业人才 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